王太太 请问您找我什么事 儿豪一直对你念念不忘 你究竟对他施了什么魔法 让他对你神魂颠倒 我跟他只是朋友 他要怎么做是他的事情 也请您不要再来救揣我了 如果不是上次在宴会上 你费尽心机地出现在他面前 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这个狐狸精 王太太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 抱歉 我先走了 想走 没那么容易 我会让你永远的消失 这有个事 怎么回事 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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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同意 听 收拾 他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只是头部受到了一点撞击 是暂时性的昏迷 休息一段时间就会醒过来了 谢医生 罗浮复 您是不是疯了 你真的要为这个女人打赏自己的命才干净是吗 大哥 在片场 想要伤害田银的人 是你派去的吗 是啊 是我 怎么了 难道我要亲眼看到你们两兄弟为了一个女人死在我面前吗 如果他没事 那你应该很庆幸 幸好他没事 要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高估了我做人的底线 有的时候我比你想象的要拿得起疯得下 那如果我告诉你 躺在这里的人 是你的妹妹凌弱猫吗 你真的是疯了 你居然拿弱猫跟我开玩笑 我没有再开玩笑 田银 田银 你没事吧 没事 林老板 你怎么在这儿 田银 你看这是什么 我的项链 你帮我找回来了 它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 比我命都重要吗 比你的命都重要 那 这项链是从哪儿来的呀 具体我也不清楚 但是从我机师开始 我就一直带着它 我问我爹 这条项链的由来 它只告诉我 是祖上传下来的 其他没有多说 可是后来我懂事以后才发现 这条项链 虽然有些年月了 可这一看就是金银 这样打造出来的精品 而且样式也很现代 一看就不是西班传下来的 我再去问我爹 他就一直逃避我这个问题 当时 当时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谁到后来 我知道我的亲生父母 另有亲人之后 我才意识到 这条我从小戴到大的项链 可能跟我的绅士有关 我查识了这个项链的处处 我找到了当年 打造这个项链的工匠 他跟我说 他当年 一共做了两个 一模一样的项链 给隐心下安你 然后下安你 把其中一条项链 给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还有一条 还有一条 一模一样的项链 在握着 天英 你就是我失散二十年的妹吗 林双梦 我 是你的妹妹 双梦 也不是你 只会可 得来 你 一切 我 咔嚕 你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看你来了 马太福音 第五章 第三十九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 只是我想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把左脸也转过去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有求你的 你就给他 有向你接待的 不可对此 不可对此 不可对此